1985年9月13號 日本電玩廠商推出全新電子遊戲 遊戲主角瑪利歐穿工作服 戴紅帽子的大鬍子水管工人 一舉橫掃電玩市場上所有競爭對手 就像遊戲裡綠色龜殼 一口氣衝倒前方的一連串蘑菇 這款遊戲不但是史上最暢銷的電玩產品 也成為許多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的回憶 1996年9月13號 新竹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連續兩天出現存戶擠兌人潮 不過隨著一批批現鈔持續運到 存戶的信心也得到安撫 但才短短兩天 新竹市惡性就被提領了將近17億元 由於當時金融市場傳出 新竹市惡性因為餘放比過高 財政部要介入管理 因此才導致市場擠兌風波 2015年9月13號 江會瘋媽演唱會中場 說好不哭 但異界人生走到了最後一晚 熱解江會還是忍不住哽咽 許多台下觀眾也哭成一團 江會44年的歌壇生涯 共奪下13座金曲獎 謝木石深深一鞠躬 在愛他的歌迷掌聲中 江會正式告別歌壇 謝文